眼前这一对亲厉的男女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一对打情骂俏的小情侣 实际上这个女子是男人的姐姐 由孙洪雷饰演的杨丽清 是个从小生性顽劣 只会惹祸的浑小子 但是却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少年 父亲为了让他能够学些本事傍身 特意请求了摄影师傅 让他学摄影 可是杨丽清一直对摄影不感兴趣 这天竟然偷偷拿着师傅 视如珍宝的摄影机 去看隔壁院子里的穆桂英唱戏 杨丽清可不管东洋货还是西洋货 今天他就要带师傅的眼珠子去开开眼 可是趴在墙头本来看得起劲 没想到意外撞见了 应该在教书的哥哥 杨丽清一直跟自己的哥哥杨丽人不对付 心中疑惑为什么哥哥会出现在这 就在他紧紧锁定杨丽人的身影时 却忘记了自己脚下踩的是梯子 不出意外的杨丽清从上面摔了下来 并且把师傅的眼珠子摔坏了 大宝也被他连累的一块开除 原以为回家一定免不了父亲的失误军棍 这时眼尖的大宝却看见 应该在大学读书的杨丽华 竟破天荒地回家度假了 为什么大宝会这么说 想必看了开头也能猜到一二 自从杨母离世 他们的小姨就留在杨家 白天招呼着家中里里外外 晚上就照顾他们爹爹杨丽贺的里里外外 就因为小姨的上位 杨丽华始终觉得失了脸面 每次放假也不愿意回家来 可是这次竟然破天荒地回来了 晚上杨丽清回到家 哥哥姐姐小姨父亲 都已经坐在桌上吃饭了 父亲还说着自己为他找的工作 杨丽清也看着纸中龟包不住火 一咬牙一跺脚就告诉了在座各位 自己已经被开除的消息 场面一度尴尬起来 但是杨丽贺自是知道自家儿子不靠谱 再加上姐姐在一边帮枪 杨丽清这十五军棍算是躲过去了 杨丽华还聪明地调转话题 说起了最近到革命的事情 并且看他的样子还十分兴奋 可是杨丽清哪里还吃得下这顿饭 赶紧离开了是非之地 不一会姐姐也找了借口出来 杨丽清早早就等着他 两人从小养成的默契 不用说明彼此都心意相通 杨丽华还十分贴心地给他准备了点心 早就知道他不会已经吃饱了 杨丽清一边吃一边也不忘问姐姐 这次为什么会突然回家 一听弟弟问原因 杨丽华话都还没说就放声哭了起来 结果是什么也没问出来 杨丽清一头雾水地回去睡觉 可第二天天刚亮 杨丽华就跑到了她的床前 又开始哭哭啼啼 但是这一次杨丽华告诉了她回家的原因 我怀孕了 李清 我又身子了 都两个多月了 这下子杨丽清更是一头雾水了 她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姐姐去上了大学 结果是肚子大的大 更让她震惊的是姐姐是未婚先孕 碰上这么大的事 杨丽清哪知道怎么办 她能帮姐姐想到的就是尽快结婚 装模作样的还扮演自家老头 帮姐姐做提前演练 这一来让杨丽清更震惊的事情出现了 眼前这个女人不是红雷的闺女 而是她的姐姐 一直在外地上大学的姐姐杨丽华 冷不丁地突然回了家 杨丽清就知道姐姐一定是遇上婶了 据杨丽华的叙述 她未婚先孕 竟跟有妇之夫扯上了关系 杨丽清是在扮演自己老爹 提前给姐姐做个排练 可是说来说去杨丽华 既不愿意结婚又为难肚子里的孩子 这下子也难倒了杨丽清 那你说这事是不是愿你啊 因为你明知道人家有老婆 你跟人混什么混混什么混 混出后过来了 你现在躺眼泪了 完了 而杨丽华自然有自己的打算 她这次回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这下更吓坏了杨丽清 这件事要是让父亲知道 非得气得把老宅子给烧了 可是杨丽华没有办法逼婚 因为那个男人比他们亲爹还要狠心 害怕杨丽华给他闹出负面影响 耽误了他的仕途 根本不打算对这个孩子负责 杨丽华也不想受这个牵连 才迫不得已选择了这个办法 既然姐姐已经做了决定 杨丽华只能一边骂这个未曾谋面的姐夫 一边去给姐姐找堕胎药 可是他哪里知道这药从何得来 于是他把熟睡的大宝叫起来 让他去天上人间找那些姑娘们药 得到药方后杨丽华鬼祟祟来到药铺 可是郎中一看药方 死活不愿意给他拿药 狼中扬言这不是他开的药方 不敢冒着死人的风险拿药 杨丽华这才拿出了另一张药方 上面就是这个郎中的笔记 还威胁他要是不给自己拿药 就把他给天上人间的姑娘 收三十大洋抓药的事情抖漏出去 杨丽卿看他软得不吃 直接拿出一把枪拍在岸上 就要问他刮饱不饱数 吓得老头子惊慌失色 再也不敢大声跟他说话 郎中一个穿剧便脸 低声下气地给杨丽卿拿了药 回到家杨丽卿捏手捏脚的 把枪放回了仓库 这把枪是他哥哥杨丽人的 他早就发现杨丽人整天鬼鬼祟祟 跟一些人悄悄地接头 不知道在密谋着什么事情 可是他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名堂 这时候杨丽华脸色苍白地推门进来 这间房原本是大宝的 为了掩人耳目 杨丽卿把姐姐暂时安排到这间屋子里 他便给姐姐煎药 便不忘再次提醒他 该想的我都已经想过了 在广州我都已经想过了 只有划身这一条路了 但是杨丽卿不想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 并且自己还憧憬着能够当舅舅 可是杨丽华还那么年轻 更何况他还有自己的抱负 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耽误了自己一生的路 看姐姐这样坚决 杨丽卿只能拿出衣嘱再三叮嘱 交代完之后杨丽卿想着 毕竟是女人的事情 自己总归要避避险 可是杨丽华卿急了 杨丽卿现在急需要一个人依赖 而在这个家里 她一个女孩子只有这个弟弟姓缘 这个时候也是她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她不愿杨丽卿离开 杨丽卿看着姐姐这么的虚弱 最终也没忍心离开 这一陪就直到晚上 杨丽卿尽力地分散着姐姐的注意力 想要她没有那么痛苦 很快要笑就发作了 杨丽卿腹中脚痛大汗不止 门外偷听的大宝下的眼睛瞪大了一圈 姐 姐 大人 姐要死了 杨丽卿哪见过这样的阵仗 看着姐姐这么受折磨 害怕真的出点什么事 于是叫来大宝盯着姐姐 自己赶紧去叫来姨娘帮忙 我把咱家祖宅卖了 你把我的祖宅给卖了呀 要不如怎么救人出来啊 杨丽卿看 我告诉你 有朝一日 我就是死了 我也绝不告诉你 你也别来找我 当爹的为了救儿子 自己顶刚入狱 儿子又为了救老爹 把自己祖宅给变卖了 可是听到自己一辈子的鸡业 全被好袋卖了 杨丽卿的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早之前他的哥哥杨丽人 就在背地里谋划着什么事情 可是杨丽卿虽然发现哥哥 跟一些人秘密接头 但是并不清楚他在干什么 那天杨丽卿在自家仓库 发现了一把稀罕的手枪 就算翻遍整个省里 都凑不着六发子弹 这些子弹就是杨丽人找的 原来他早就想弃笔从容 投身于自命正统的国民党麾下 他的这把枪是准备刺杀 北洋军阀指派的三省巡月使 可是没想到顽皮的杨丽卿 为了在大宝面前装剥衣 偷偷地把枪拿了出来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可是杨丽卿并不会使用手枪 就在他耀武扬威的把玩之时 没想到一个不留神就走了火 还不小心误伤了路过的林家小姐 正准备回家取枪的杨丽人 不断地在路上练习着开枪的手势 毕竟他曾经也仅仅是个教书先生 干这样的事情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次 等他发现自己的枪已经不见了 杨丽卿已经把他的六发子弹 打得金光了 此时巡月使来 李林巡视全程戒严 这几声枪响不仅引来了杨家众人 也把巡逻使官兵引来 二话不说就把开枪的杨丽卿带走了 杨丽人眼尖地发现林小姐躺在地上 为了及时止损 着急地抱着林小姐去了医院 而杨丽卿必然逃不了要被关押 这样一来杨丽人的刺杀计划也流产了 很快子弹的来源就会泄露 那么就会查到杨丽人的身上 为了不牵连家人 杨丽人回到家后 再三思索把所有事情告诉了父亲 你还嫌你父亲烦得不够吗 出了这么个逆子 整个李林城没有一个不戳我杨丁和几两骨的 我这张老脸丢的大街上都没人要啊 面对大发雷霆的父亲 杨丽人心中也十分忐忑 他紧了紧拳头暗暗给自己打起 终于还是把一切都交代了出来 并且他跟父亲提出 自己马上就去广州 家里的事原本跟丽卿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我的责任 知道自己教书的儿子 竟然有这样大的胆量 这样大的抱负 杨丁和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可是他这个人向来是个开明的 他从来不阻碍儿女们的道理 如今的社会动荡不容忽视 不管自己的儿女们做何选择 他都不会进行干预 看着杨丽人毅然离去 杨丁和并没有任何阻拦 当务之急 他只想把杨丽卿从大牢中解救出来 于是第二天他便用钱疏通 并且自己替儿子点了罪 杨丽卿一时间还无法相信 还以为这是什么寂寞 要把他偷偷处决 直到警官不停地催促他 并把他往外面赶尸 他才三不两回头地跑了出去 可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父亲熟悉的背影 跟我爹没关系 我开了就走 你再不走 我再把你关起来啊 我就纳了闷了 你们杨家父子真是奇朗 老子是哭天喊地的 要给大儿子顶纲 这小儿子那 不知死活地要给老子顶罪